珍珍接过枪摸走了半天 也不知道这枪到底是怎么用的 结果一个不小心误打误撞扣了扳机 枪响了 朱老四便收留了珍珍和狗娃 珍珍一来到这里便进了厨房 给大家做饭 手艺还算不错 朱老四和兄弟们也都很喜欢珍珍的饭菜 第二天 珍珍看到这帮男人对着神庙参拜了一会儿 然后一行人拉着马拿着枪 唱着山歌就出去了 珍珍在这里也没有闲着 把大家房间里的脏衣服都洗了 晾了整整一院子 把兄弟们的房间也都打扫了一遍 晚上朱老四带着这帮男人唱着山歌又回来了 马背上还多了一些抢过来的东西 仔细一看都是日本人的衣服 枪和粮食 只见朱老四拿起一把匕首 在一刻满是划痕的树上 刻下六条道道 嘴里还说道 今天又打死了六个鬼子 珍珍一听十分高兴 欢快地跑到厨房 给兄弟们做起了刀销面 朱老四回到房间 看到如此整洁干净的房间 自己都吓到了 仿佛自己静错了房间一样 心里很美滋滋的 日子就这样继续着 朱老四白天带着兄弟们出去打鬼子 珍珍就在家里给大家洗衣做饭 兄弟们也对珍珍的到来 所带来的改变而感到高兴 这天又到了大家吃饭的时间 可是朱老四发现 今天珍珍做的饭菜格外单调 询问才知道 原来是家里没有层粮了 可是这方圆几个村子的粮食 全被日本人抢走了 朱老四一记在心头 打算去抢日本人的粮车 说干就干 和兄弟们进行了跪拜仪式之后 便牵着马出去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朱老四他们走后 珍珍总感觉心生不宁 果不其然 在和日本人交锋的时候 朱老四中弹了 被兄弟们抬了回来 伤口还在不断流血 弟兄们听说 只有杨医生才能治得了枪伤 珍珍站在那儿若有所思 带领着弟兄们 一起去了日本人营地 因为之前在维安所待了很长时间 所以对这里的地形位置特别熟悉 就这样 一个日本医生 被珍珍和弟兄们抓回来了 还带了很多药品 这个日本医生 一眼就认出了珍珍 并且对着珍珍说了一大串的日本语言 旁边的弟兄们都惊呆了 没想到这个日本医生竟然认识珍珍 在一番威逼利诱之下 日本人决定给朱老四治疗枪伤 不一会儿 朱老四的子弹就被取出来了 还绑了绷带 看样子应该是没有大碍 可是身边的弟兄们 却不让珍珍尽身照顾朱老四 认为珍珍曾经和日本人有染 珍珍看着躺在床上的朱老四 泪水在眼睛里打转 可还是投意不回地走了 珍珍万年俱灰 继续只身一人 前往远方 这个时候听到了熟悉的男人 唱上歌的声音 珍珍知道 这个是朱老四的声音 朱老四追上他 要求珍珍不要再走了 以后就是朱老四的女人 听到这里 珍珍喜极而泣 真希望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珍珍这部电影 结局还是不好的 朱老四也被日本人暗杀了 珍珍置身一人去了日本军营 浑身绑上了炸弹 照了整个日本军营 珍珍的一生 就是不断寻求别人认可的一生 暗示了当时人性的冷漠和愚昧 但是只要心中曾有希望 还是会有光明的存在的